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古拉斯 15号特别在自己的家乡玉礼乐和部落 举办了荣耀花莲南区的总部成立大会活动 包括了副总统赖清德等地方的人士都到场 来向大家推荐古拉斯 希望在这场选战当中能够胜出 一起感变花莲的未来 歌手莫言在台上唱起古拉斯竞选之歌 台下的支持者也跟着一起唱 这是民进党花莲县长候选人古拉斯尤嘎达 在自己的老家玉礼乐和部落举行 古拉斯尤嘎达荣耀花莲南区总部成立的大会 这次来也特别要代表参议总统 感谢大家对政府的支持 也代表参议总统归问这一次受灾的民众 更要感谢大家对古拉斯的支持 一次的地震它都站在第一线 要求总统副总统或行政院长 能够尽力的解决花莲县所面与的各种问题 这种人才我们一定要鼎鼎支持他 好不好 好不好 现场也可以看到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委一将拔洛尔 以及各地区的部落头目等都到场举取 副总统赖金德也随即到场 跟所有在场的族人推荐未来的花莲县长古拉斯 我们的南花莲可以很漂亮 我们的南花莲可以很美丽 我们在南花莲是有最多族群 我们有kunci 我们有bunun 有 administrations 有太多人 有非常多新住民旧 住在我们的南区 我们是一个联合国 我们是一个包容的南区 而且我们要进步 所有哈拉湾的乡亲 还有弟兄姐妹 大家都支持我 一定要重建花莲 大家说对不对 我是哈拉湾的孩子 我做花莲县长 刚刚好 而这也是花莲县长选举50年来 首次有候选人 在花莲南区设立竞选总部 而这里也正是古拉斯 在花莲的老家与成长的所在 显现古拉斯对南区 未来发展的重视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